臺北市北投 一家知名牛肉麵店 被外送員發現 現場拍到 店員疑似 將煮麵臺上面的水 用抹布擦完 直接在擰進煮麵鍋當中 引發外界的議論 而原本業者否認 不過外送員 在公布了完整十二分鐘的影片 衛生局昨天也派員稽查 業者終於發出聲明 承認這是員工個人疏失 向社會大眾致歉 北投分店也暫時協業 就是這段影片 店員疑似將擦拭煮麵臺後的抹布水 直接擰入煮麵的鍋內 誇張行徑都被外送員用 密錄器拍下 不過店家第一時間喊冤 宣稱那是煮麵水更換前的舉動 反控遭到抹黑 外送員四號深夜再公布十二分鐘 完整影片打臉店家說法 我自己本身也是他們店裡的客人 我也經常去他們家吃飯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不知道已經吃下去 多少這樣髒水 所以才會覺得很不能接受 外送員表示磨布水入鍋後 店員仍繼續用那鍋水 煮料理給其他客人吃 一直到他離開那鍋水仍然在煮 根本就沒有換水 而臺北市衛生局五號上午主動派員 到場積查 沒想到店家拉下鐵門暫停營業 針對於他的人員衛生環境器具等等 他要實在保存 如果查有相關的缺失的話 會依實安法第八條的一個規定 要求他限期改善 複查還是沒有改善的話 會依違反實安法第八條 儲新台幣六萬到兩億元的罰還 衛生局強調會要求業者正式說明 待業者營業後也會無預警進行積查 而店家則發出聲明致歉 任了抹布水擰近煮面鍋 是員工個人行為負責人督導步舟向大眾致歉 即日起石牌分店將暫時歇業 加強員工教育訓練擇旗再營業 後續也會主動聯繫衛生局進行積查 記者來說明講龍翔 吳家寶 台北報導